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做《大留学潮》 在进入这本书之前 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组官方数据 从1978年至2016年 中国大陆累计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了458.66万人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举个例子 2015年 我国在海外留学生为126万人 约占全球国际留学生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 每四个国际留学生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这其中大约90%都是自费留学生 显然留学海外如今成了时代的潮流 而今天咱们要分享的《大留学潮》这本书 它讲述的则是近代中国的留学浪潮 从清末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 算是当代留学潮的历史源头吧 那么之所以叫做《大留学潮》 原因有三个 首先它的时间持续很久 从1847年 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红赴美留学开始 到上个世纪50年代 大批留美学生回国建设新中国结束 前后有100年 其次 它牵扯的地域范围广 不仅是北京上海 这些新思想流行的地区卷入其中 当时远至西南西北的内陆地区 也出现了不少的留学生 最后 这次浪潮对中国影响深 这些留学生是当时的社会精英 对中国在20世纪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当时的留学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留学生都有哪些难忘的学习生活经历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呢 本书作者张茜怡 查阅了上千名新老留学生的回忆录 通过精心梳理 剪辑荣才 形成了这样一本趣味十足 又饱含沧桑的留学故事集 在这呢 我准备用三次浪潮 四大特征作为线索 来解读全书主要内容 所谓三次浪潮 是指赴日留学 赴美留学 以及赴欧留学这三次浪潮 这三个不同的留学目的地 给中国人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体验 为中国培养出截然不同的三批精英 所谓四大特征 它是指围绕着上面的三次浪潮 留学故事呈现出的四个不同特征 它们分别是 第一 爱国的本色 第二 爱情的悲喜 第三 经费的愁挫 第四 时代造就命运 那下面呢 我就从三次浪潮 四大特征入手 向大家解释 近代留学的大潮 首先 先从东洋开始 看一看当年 赴日留学的潮流 1895年 甲午战败 中国人认识到 明智维新蕴含的力量 才对日本产生了兴趣 当时呢 朝野人士都认为 日本和中国 一一带水 日本又有明智维新的成功经验 要改变中国 留学日本 不视为便利有效的选择 但是呢 头几批 赴日留学的学生 对日本呢 可并不崇拜 甚至呢 还有一些瞧不起 有一位内地的留学生 第一次去上海 觉得上海极为发达 从上海赴日留学 异国的风景 带来的印象 却远没有当年 上海带给它的冲击 那么剧烈 另外一位留学生 也有同样的看法 他说 日本的风景 十分优雅 但看不出一点 伟大的东西来 日本的人物和视野 都是小小巧巧的 虽然精致 但不值得崇拜 我可是从有大江大河的 大中华来的人 只有在日本待的久了 这些留学生才慢慢明白 日本人的朴素 节俭认真 恰恰就是日本变革图强的 重要支撑 云南军阀 唐继尧的儿子 到日本之后 发现日本的作风 非常实际 政府和军队的机关建筑 都很简陋 而当时的中国政府 拿到了经费 先把漂亮的房子盖起来 内容空虚浮夸 和他一样感受到 这种反差的留学生 不在少数 浪潮涌起 就像开了水的闸门一样 1905年 清政府废除了科举 1906年 复制的留学生 就达到了7000人 当时留学美国 法国 十年加起来 才几千人 可见留学日本的火爆 当时呢 军事 法律 政治 成为留学生 首选的学科 这直接导致 民国初年 彼此交战的军阀与革命党 竟然呢 都是从日本学习军事 回国的留学生 那 这些留学生 在日本的学习生活 怎么样呢 在这 就要特别介绍 一所日本的 大学寓科学校 这就是 日本第一高等学校 简称 一高 它是日本首居一指的高中 也是日本当时排名第一高校 东京帝国大学的寓科 这所高中之所以重要 就是因为 这是日本培养本国顶级治国人才的地方 要进东京帝大 这是第一道筛选的关卡 被称为天下秀才之所 那根据中国留学生说 在日本概念里 提到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 不算稀奇 提到是一高东大毕业生 那就是日本精华了 从清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有不少的中国学生在这里留学 并且升入日本的大学 其中有一位学生记录了 他在一高的生活 一高不是贵族学校 学费不高 但是呢 师生都有着极强的民族责任感 过着一种极为简朴刚健的生活 住的地方 像小旅馆 学生穿的是最普通的黑袍和制服 用中国留学生的话来说 这种远离浮华的精英品格 彰显的是一高师生的青云之志 这里的师兄天天提醒师弟们 要保持智势精神 有一回 一位师兄发现了 他是中国留学生 更加来了兴趣 对他说 你将来回到中国 会成为伟大的人物 领导中国老百姓 我将会成为日本伟大的人物 领导日本老百姓 将来中日要合作 东方要兴旺起来 一番话下来呢 这位留学生深受鼓舞 这里的教师也非常的认真细致 说有一位来自偏远地区的留学生 因为国语不太好 在汉文课上写了错别字 被日本老师纠正 这位留学生就感到非常惭愧 从此极为发愤 最终完成学业 可以说 一高的学习经历 代表了中国留学生 在日期间最积极的一面 他们学到了知识 培养了精神 养成了民族意识 但这毕竟不是主流 在当时的日本 中国留学生更多是忍受着歧视和羞辱的 近代中国的留学历史 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凡是留学欧美的 回来都是欧美好 凡是留学日本的 除了个别成为卖国贼之外 多数都成为了坚定的反日派 这个有趣的问题 这本书也是做了深入解答 大家应该都熟悉 鲁迅先生的腾眼先生这篇文章 日本人放映斩杀中国人的骗子 一些日本同学认为 鲁迅成绩好是作弊 鲁迅对此表现得十分冷静 但内心却充满了愤慨 他最终放弃学医 回国参与文化运动 其实这样的歧视 在当时的日本比比皆是 比如说解剖尸体 故意把非结合病人的尸体 留给中国学生 或是把中国学生排在后面 等轮到中国学生时 尸体已经臭了 有的日本学生 对留学生大谈中日亲善 中国人起初还颇为感动 听到最后才知道 日本学生是要劝中国的女同学 嫁给日本人 到了20世纪30年代 中日交恶 留日学生还不断受到 军警的盘查跟踪 受尽屈辱 留日故事就有一个共同点 用留学生自己的话说 那就是 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 表面上还挺和善 但内心极为复杂 优秀的留学生 他们会嫉妒 较差的留学生 他们又看不起 所以日本人显得非常小气 专门在各种小事情上 难为留学生 刺激留学生 对中国人来说 真刀真枪的对抗 并不引起厌恶 但如果专门在小事上使绊子 实在是招人讨厌 所以呢 从留日兴起到抗战爆发 中国留学生竟然呢 有11次集体退学回国 以此抗议日本大大小小的歧视 特别是1919年 巴黎和会上 中国丧权辱国 东京留学生集体请愿 被警察拘留 大批学生退学抗议 1931年 918事件爆发之后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近300多名中国留学生 全都退学 无一人返校 好 说完了留日的情形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留学美国的历史 美国在改革开放之后 就成为了中国人 最主要的留学目的地 以至于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 说起留学这个词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 默认呢 那就是留学美国 但是呢 在晚清民国 留美学习 还不像今天这样火爆 当时留美的学生 人数也比不上留日的多 不过呢 那个时候留学美国 有两个特点 一是讲留学美国 就不能不联系到 清华这所学校 二是留美学生 留学时间长 学术上建树多 归国后引领了 中国的潮流 好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条 谈到留美 就要谈到清华 因为清华这所学校 就是美国人提议设立的 但是1900年 八国联军进北京 清政府被勒索了 4.5亿两白银的赔款 后来呢 美国把自己的那份赔款 返还给了中国一部分 作为附加条件 这批返还款 必须用来资助教育 建立学校 并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那么这所学校 就是今天的 清华大学的前身 它最初是留美预科学校 从1911年到1929年 长达18年 这恰恰是近代中国 最混乱的时期 但这期间呢 有一千多名学生 却顺利的从清华 去往美国留学 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平静时光 后来呢 清华学校改为大学 不再保送本校学生留美 从1933年开始 面向全国招收 公费留美学生 前后资助了200多人 再加上其他途径 其他自费 或公费留美的情形 大留学潮期间 各种途径赴美留学的学生 大概也有4000人左右 留学美国 是当时中国留学生的 一道特殊风景 与前面谈到初次去日本 觉得日本并不比 中国发达的情形不同 30年代到美国的留学生 被当时世界上 最发达的工业国家 所震撼的情形是这样 哎呀 说这个城啊 好似人间天堂 看起来是新建设的 什么东西都是新的 房屋又新又高 道路又阔又长 有自来水 有电灯 有大学 有教堂 一切近代设备 是应有尽有 当然了 用不了多久 留美学生就会发现 美国不仅在物质文明上 令他们大开眼界 更在思想潮流上 带给了他们不小的冲击 当然 留美学生也有样学样 把这些思潮 逐渐带回了中国 这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 锻炼体魄和公开演讲 比如体育 在中国儒家传统里 虽然也有射箭骑马 等等与体育相关的内容 但是呢 一来 体育作为一种普遍的行为 是近代文明的产物 中国传统里没有 二来 传统士大夫崇尚 悠游文雅的生活 并不崇尚武术和健身 有一个故事 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清末 有一个广东的支县 去看望外国朋友 这位外国朋友 正好在打网球呢 支县一边看一边等 等到这位外国朋友 运动结束之后进来 支县就十分关怀的对他说 不必事事公亲 像打网球这种事情 让下边的人去做就好了 何必亲自去做 如此劳累呢 但是当时的美国 却是极端重视体育锻炼的 因此呢 中国的留学生 一入美国 就逐渐意识到 体育锻炼的重要性 打网球啊 踢足球 打篮球 丝毫不属于美国同学 他们既为中国学生 争得了荣耀 也把锻炼身体 健身强国的理念 带回了中国本土 那这里有一个人 特别值得一提 他就是中国近代体育之父 郝耕生 一到美国 他就发现 这美国人高大健壮 生机勃勃 特别喜爱户外运动 那郝耕生感到非常痛心 觉得中国人的默契沉沉 体质衰弱 是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 他甚至觉得 若不早日实行体育救国 若干年后 中国人不但要亡国 还会因为身体缠弱而灭种 于是呢 他就放弃原有学业 转学学习体育 起初他的身体也很弱 体能不如美国同学 于是呢 他坚持锻炼 咬着牙增强体魄 长跑短跑射击 样样都学 到了1924年 他学成毕业 拿到学位证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买票回国 因为他要去改变 中国死读书的氛围 把塑造健康体魄 作为自己的事业 他还注意到 此时的西方国家 已经兴起了体育器械 体操 运动会等等新潮流 郝耕生呢 就把这些新东西 带回了中国 成为了中国体育事业的 拓荒者 除了体育之外 另一个值得一谈的 就是演讲 在中国的传统里面 公开发表演讲 是比较罕见的 甚至呢 有谋反的嫌疑 但在美国 演讲极为常见 而且能够为演讲者 赢得荣誉 一批中国留美学生 热衷于演讲 比如顾维军 胡适等人 都是成功的演讲者 这些人回国之后 要么成为沟通中西的外交官 在国际舞台上 为中国发声 要么成为宣传政治 新理念的公共知识分子 对民国的历史走向 影响深远 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留学欧洲的浪潮 在20世纪初 欧洲可以说是 人类思想的熔炉了 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呢 留学欧洲 既没有留学日本那样的低成本 也没有留学美国那样的 庚子赔款和清华学校 各国的留学生人数 也不算多 但是这波浪潮为中国近代贡献了一批伟大的革命家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留学法国的勤工俭学运动 从1919年到1920年 将近两年之中 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有将近两千人 之所以选择法国因为当时流行劳工神圣的观念 所谓劳工神圣就是底层干活的人值得尊敬 这个想法在20世纪初的中国非常奉行 咱们举个例子吧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刚到北大当校长 第一天学校的教职工按照惯例列队在门口 恭恭敬敬的迎接他 但是呢 蔡元培与以前的历任校长都不同 他并没有旁若无人的接受教职员工的恭敬 而是对这些校工们脱帽敬礼鞠躬 令校工们大为惊讶 蔡元培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 受到了当时劳工神圣的观念的影响 蔡元培尚且如此 那普通学生就更不必说了嘛 于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 大批的学生选择到法国去半工半读 接近劳工 按理说这个半工半读啊 原本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 法国与中国并没有充分做好安排 结果这些留法的学生 要么得不到恰当的工业技能训练 要么得不到良好的法国文化的学习 最终绝大多数人是求学不成 黯然回国的 这些回国的人里面呢 就包括了共和国的两位开国元帅 陈毅和聂荣真 历史沧桑啊 回头来看 恰恰是法国失败的勤工俭学运动 给了这些留学生坚定的革命信念 陈毅原本打算去法国念一个文学博士 但是因为参加学生运动 被迫返回中国 最终成为了共和国的元帅 聂荣真在法国认真学习工业技术 后来认为苏联更符合他对中国未来的判断 于是从法国转学苏联 最终走向革命之路 也成为了共和国的元帅 另外呢 与勤工俭学关系最为紧密的 是一位在英国公费留学的学生 他为了更广阔的事业 频频来往英法两国 在法国的时间甚至比英国更长 以至于一些人误以为啊 他是一名留法学生呢 他的名字就是周恩来 而另外一位鼎鼎大名的留法学生 就是邓西贤 他的另一个名字应该是广为人知 那就是邓小平 他和周恩来在留学期间 都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 好了 三个留学的去向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就说一说 留学故事的四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爱国的本色 爱国可以说是这次大留学潮 最根本最明显的特征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 而留学生们承载着中国 走向富强的希望 这种爱国精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个是文理科的选择 一个是报效祖国的执念 今天的留学生选择留学科目 考虑的一般是个人兴趣 就业形势 申请哪个学校比较容易拿到奖学金 而在大留学潮的时代 大批留学生还会考虑 学什么能救国 这就和今天很不同了 文科和理科哪个更能救国 这可不容易回答 有人觉得救国就得靠科学 当时的政府也都鼓励学生 学习理工实业等学科 方便回国之后 能够立刻投入应用 因此留学生里认定了 科学救国的也最多 以清华为例 据统计 1909年到1929年 清华的留美学生中 50%以上学习理工农医 25%学经济和商科 学习文科的只有不到10% 有些人甚至为此弃文从理 这里头最有名的 就是物理学家钱伟长 他从小就有文史家学熏陶 算得上是学二代了吧 但是他理科很差 据说他考清华的时候 物理只有5分 数学和化学加起来才考了20分 而中文和历史那都是满分 但是呢 918事变爆发 他深受刺激 毅然转学物理 到多伦多大学学习力学 最后成为了中国力学的奠基人 那么学文有没有可能救国呢 历史证明 学文科的似乎更能救国 这一点在留日学生当中最为明显 我们熟悉的鲁迅先生 本来是学医的 后来呢 他领悟到 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 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于是他弃医从文 成为了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 有着类似经历的 当然不只是鲁迅一个了 像郭沐若 郁达夫 程仿吴等人 原来都是学地质经济 甚至学军事的 最后他们都没做这些本行 反而成为了诗人和作家 带动了大众思想的转变 你看 文理学科的选择 看上去是一个自我选择 其实与爱国分不开 好 那说完了文理选择 再来聊一聊 报效祖国的执念 当时的留学生 在外受尽屈辱 在东京 日本小孩追着中国留学生 大喊 知那人滚出去 在美国毕业领取学位证时 一些美国学生 不愿意和中国人 同台领取学位证 这些事件让留学生 比国内的人更爱国 更愿意为祖国牺牲 所以在军阀混战 日寇侵略 还有内战的时代 很多留学生学成之后 都会义无反顾的回到中国 这种赤子情怀 确实值得钦佩 但举个例子 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 他16岁参加国民党 后来留日又留美 因为反对内战 所以他坚决反对蒋介石 身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他本来随时可以去台湾 但是呢1950年 他留美结束之后 依然选择了返回中国大陆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他不愿意做一个 没有祖国的人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是祖国这两个字的神圣力量 把我这游子召唤回来的 我这样说 丝毫没有往自己脸上涂金的意思 说我多么好多么爱国 我只是我同时代 爱国人群中的一个 那由此可见 近代的大留学潮 其实就是一次宏大的爱国潮流 好 说完了近代留学大潮的第一个特征 爱国 咱们再来看看他的第二个特征 婚姻观的改变 按照中国传统的婚姻习俗 用八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在晚清民国 一些家长即便很开明 让子女去国外留学 但是在婚姻大事上 往往还是固守传统 而留学生在海外 接触到了更为平等的男女关系 开始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 对国内父母指定的未婚妻各种不满 认为这些未婚妻 都是落伍于时代的人 正是在这种新旧矛盾之中 许多喜剧和悲剧产生了 咱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留学生回家探访父母 父母为他指定了未婚妻 这位留学生誓死不从 坚决反对旧婚姻 打算姑且从了父母之命 办完婚礼 然后一走了之 结果婚礼举行完后 她却发现以前从未谋面的妻子 是一个聪明能干 会写诗会画画 而且文化水平比她本人还要高 结果她对妻子一见钟情 不仅不想再逃婚 反而连留学都不想去了 一心只想着和妻子厮守 这样的喜剧是有的 但是更多的是悲剧 比如大家熟悉的鲁迅的发妻朱安 因为没有文化 与鲁迅毫无共同语言和感情 一生可谓悲剧 不过最令人难过的是一个 留美学生的故事 说在留美期间 她因为不服从安排的婚姻 被父母断了经济来源 她在回国探亲之后 发现已经没钱回美国了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位从未磨面的清华同学 资助了她一百块银元 有了这笔钱 她要杆就硬了 她打定主意 大方的从一百元里拨出若干 托人转交给她抛弃的未婚妻 这样一来呢 对家人这也算是人之一尽嘛 可以了无牵挂 在美国读书 结婚生死了 一直到多年之后 她偶然得知 当初赠给她一百块钱的 那个清华同学 其实就是她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妻 而此时那位苦命的女子 已经去世了 后来呢 这个清华学生毕生都在自责 直到她年过百岁 还在不断忏悔这段往事 认为自己辜负了一个爱自己的人 那么在这里呢 插一句啊 著名法国作家斯汤达的小说 《红与黑》 最早就是这位留学生翻译的 不知道她在翻译这部小说的时候 是否意识到自己种下的苦果呢 好了 留学潮中的婚姻观就说完了 接下来是留学潮第三个关键特征 也是留学的一大关键 筹集费用 留学费用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是留学生家庭最关心的问题 公费名额太少了 一些父母为了供子女留学 不惜卖掉房子 或是借钱支付留学费用 在一百年前的大留学潮中间 这样的故事也并不显见 和现在一样 大留学潮时期的费用 也是两种 公费和自费 先说公费啊 当时公费有三类 一个是中央政府的拨款 比如国民政府成立后 有专门供给革命者后人的留学资助 二是外国提供的资助 这个最典型的就是 庚子赔款退还部分 还有各类教会的资助 最后才是本国的资助 各省的开明士绅 或者是有建设的军阀 也会资助 本乡本土的青年学子留学 目的当然也是为了 笼络人才嘛 公费的特点呢 较为相似 总量少 考试难 还有各种人情在里面 腐败就不可避免 说到总量少 这是因为公费 毕竟都来自于资助 或者拨款嘛 来源较为单一 很多全国性公费留学项目 一个省才有一两个人 但是呢 就摊到个人头上的公费来说 待遇还是优厚的 当年历史学家蒋庭福 拿到了本省的奖学金 每月是80美元 不仅够他自己的花销 他还把他哥哥 也喊到美国自费留学 他哥哥的所谓自费 其实就是蒋庭福的公费 一个人的公费 可以供两个留学生留美 这当然是优厚的了 公费名额如此之少 一旦获得待遇又如此优厚 所以他的竞争就非常的激烈 考试非常之难 像申请庚子赔款留学美国 考上的堪比考中近视 比如说历史学家何炳帝 1940年第一次考 1945年才考上 当时呢 他都担任大学助教多年了 那这么稀缺的资源 自然少不了中国式的人情关系了 大家都熟悉的诗人徐志摩 他是个富二代 而且呢 曾经因为与发妻张又怡离婚 而闹得满城风雨 可他在出国之前 他就曾经啊 求张又怡的哥哥 也就是著名的学者 政界人士张军脉 为他留学的事情多费心 找找关系 国民党将领张志忠自己都说过 他的一个儿子没有经过考试 找了陈立夫 就堂而皇之的赴美国留学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留学和今天一样 工费的少 自费的多 工费未必都有真才实学 而自费的也有人中龙凤 反正自费就一个字 贵 曹汝林留学日本 是父亲卖了两亩田 著名的经济学家陈汉生 为了出国向家人绝食 心疼他的母亲只好卖掉嫁妆的首饰 又从娘家借了钱 才凑够学费 最典型的是历史学家 黎东方 在清华读书期间突发念想 非要去法国留学 他的家庭原本的经济条件还可以 父亲的是清朝的举人 供养他在国内读大学没问题 可这位黎东方少爷非得出国 那为了逼迫家人 他先向父亲要了一个月的工资 拿到钱就踏出国门 希望先造成留学的继承事实 再向家里索要后续的留学费用 这招果然奏效 黎东方后来不断收到家里的钱 有的是父亲的 有的是母亲的 还有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 好在他也不负众望 在法国拿到了博士学位 一锦还乡 回了家 黎东方却五雷轰顶 为什么呢 为了供养他留学 母亲便卖了嫁妆 还回到娘家借钱 而最可怜的是他的父亲 为了卖掉祖上的田地 不幸被军阀绑架 染上重病 不久去世 而他的一家人 为了让他安心留学 隐瞒了这个悲剧 此时的黎东方终于良心发现 哭诉和忏悔道 我在清华住洋房 吃牛奶和馒头 穿西装 打网球 看电影 养得血白粉嫩 两腮百里透红 还不知足 还要去法国 叫无钱可胜的父亲 再花更多的钱 好 咱们说回来 无论是公费还是自费 到了国外 绝大多数都要省吃俭用 大部分留学生 既没有多余的钱 去挥霍娱乐 也没有钱谈恋爱 有位留美学生 圣诞节的时候 口袋里只有两美元 在校园里边 无奈的闲逛 结果呢 被副校长遇见 邀请他共度除夕 了解了他的经济困难之后 大为欣赏佩付 开学后 就去帮他申请了奖学金 算是一种难得的喜剧了吧 好了 爱国 自由 还有金钱 三大要素都有了 那么这些留学生的结局如何呢 除了大家熟知的 鲁迅 胡适 周恩来 钱学森这些人 刚才讲述当中 也提到了众多的留学人物啊 他们的留学故事 都有一个特征 也就是留学生的命运 终究是动荡的时代决定的 可以说是身不由己 那最后呢 我再补充两个类型的故事 来看一看 时代是怎么左右 留学生命运的 第一个类型 时代变化太快 曾经的留学生 成为后来留学生的批判对象 曾经新思潮的代表 后来成为腐朽思想的代表 像曹汝林 张宗祥 陆宗渝 这三个人 都是1900年留学日本的留学生 分别学习政法经济 他们在晚清出道政坛 参与新政 靠的是掌握了新知识 富有新的思想见解 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呢 因为他们成长的时代 民族主义 没有后来那么强烈 他们主张在巴黎河会上对日让步 成了学生口中的卖国贼 成了落后反动的一群人 曹汝林的宅底被烧 张宗祥被学生打成脑震荡 陆宗渝 躲藏避难 最后三人被罢免 从此退出了政治中心 接着说 第二个类型的故事 是卷入历史风潮的人 他们自己的所思所想 无法改变历史 给他们贴上的种种标签 像学者杨阴渝 他是洋将的姑妈 曾经两度留学 在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教育学 后来做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 成为了近代教育史上 一个重要的女性 可是呢 他没能处理好 女师大的师生关系 引发了学潮 最后被鲁迅写进那篇 纪念刘和真君 在风口浪尖上 成为了北洋军阀的帮凶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负面典型 可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1938年 还是这位杨阴渝 为了保护学生 被日军射杀于苏州 抛尸江中 不得不让人感叹 历史有时 真不会给人解释的机会 哪怕只有一次 行了 到这儿呢 相信你对于大留学潮的面貌 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近代的中国潮流激荡 那时的中国人踏出国门 为的是寻求自身发展 同时也成全了这个国家 万千留学人物 如千万朵浪花 拍打着海岸 而你我正好可以静听着潮生 思索我们时代的留学 思索选择的价值和意义 好了 大留学潮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出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